去年这个时候为你剥虾的人还在吗 最底下铺上一层油纸 撒上柚子皮 撒上海盐 姜片虫段去腥 再盖上一张油纸 薄起来 锅底记得要喷点油 要不很容易糊地哦 柚子果肉也不能浪费 和红茶一起搅拌 到处过筛 再顺序 果肉冰块最后倒入果汁 虾也焖得差不多啦 不做一次 你真的不知道这有多香 鲜甜的大虾带着淡淡柚子的香气 把虾原本的鲜甜 称作得更加突出 唯一的缺点就是躲得太少了 这样味道好还不用洗碗的大虾 快做给大家一顿认识吧